總觀天下妙事 橫貫古今奇聞 歡迎來到古時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下方訂閱和小鈴鐺 創作不易 感謝大家的支持 公元671年3月瓦崗軍李密帶領數萬人馬 攻取了新洛艙 然後打開艙轎鎮濟災民 促使大量的貧苦百姓投靠了瓦崗軍 瓦崗軍的人數也得以迅速增加 其後 李密一鼓作氣又拿下了回洛艙 後來王世聰帶領隨朝援兵趕到 將瓦崗軍圍困 李密不敵 棄手回洛艙 回洛艙又被王世聰佔領 公元621年 李世民率大軍圍困洛陽城中的王世聰數月 逼迫王世聰投降 回洛艙最終落到了李世民的手裡 那麼回洛艙是什麼 為什麼隨末的各諸侯軍隊要拼命爭奪呢 實際上這是隨陽帝修建的 除了大運河之外的又一大工程 隨陽帝定都洛陽之後 在周邊修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國家糧倉 其中就包括了回洛艙 新洛艙等等 它憑藉著大運河便捷的水陸航道 將大量的糧食囤積在了這些國家糧倉內 以保證當時整個洛陽皇城的糧食所需 同時為隨陽帝軍隊的南征北伐提供了充盈的糧草 隨朝糧倉的發掘始於2004年 直到2012年才基本發掘完畢 從已經發掘的情況來看 其規模之大 保存糧食技術之完美 存糧總量之巨都讓專家為之擇舍 而這些糧倉中有以回洛艙最為有名 回洛艙建於隨朝大業年間 位於洛陽北七里 是隨朝國家糧倉中規模最大 儲存糧食最多的一個糧倉 當回洛艙完全呈現在世人面前時 考古專家都為之震驚 紛紛被這座1400多年前的國家糧倉所折服 回洛艙的東西長1000米 南北寬355米 其面積相當於50個足球場的大小 《资質通建》中記載 艙城周回10里 穿300轎 楚積兩骨 整個艙城分成4個區域 分別是辦公區域 艙轎區域 草運區域和車馬道 考古發現 在這片遺址上 規整地分布著710座艙轎 每個艙轎的直径達10米 深約10米 可以存放大約50萬斤的糧食 這樣算下來 整個回洛艙能存放的糧食達到了3.55億斤 這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數字 1000多年前的回洛艙 儲藏著從全國各地經大運河源源而來的糧食 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艙 除了規模宏大以外 最讓專家稱奇的就是回洛艙儲存糧食的方法 元代農學家王真在農書中曾對古代儲存糧食的方法有著詳細的記載 經考古專家的實地考察 回洛艙正是採用了這種獨特而有效的儲量方法 其一 精心選擇地勢和土質 回洛艙建在洛陽城外 芒山的緩坡地帶 這裡土層深厚 雨水不會淤積 易於排水 同時 這裡的土質乾燥 粘性較高 可塑性強 不會輕易崩塌 非常適合挖掘艙匠 而且 回洛艙緊鄰草運 能實現糧食的大量轉運和集中 回洛艙距離洛陽城也不遠 方便隨潮對糧艙的防衛和管控 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其二 建造過程科學 挖掘好艙教後 先在艙底和艙壁鋪上一層厚厚的極草 把它壓實 然後點燃這些極草 既可以除去艙壁的濕氣 讓艙壁土質乾燥板結 還可以燒掉土層中的各種蟲害 讓糧食免於遭受蟲災 然後再在艙壁抹上一層厚達20公分的青膏泥 這些青膏泥的密封效果非常好 既可以防潮 還可以預防雨水滲漏 最後 在青膏泥的上面鋪一層糠 再墊上一層木板或草席 徹底達到防潮的效果 把糧食裝進艙教後 在艙口用青膏密封 這樣一套流程下來 艙教就能防潮除蟲了 教內的糧食也可以儲藏數年之久 據說 專家曾在寒家艙的一個艙壁裏 發現了滿滿一覺的糧食 雖然已經全部碳化了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美麗糧食的完整形態 由此可見 回落艙儲糧技術的成熟和科學 就目前的儲糧技術 肯定遠遠高於隋朝時期 但是 在一千多年以前 古人就能想出如此科學的辦法 解決了存糧中的防潮和防蟲的技術難題 也確實讓人驚嘆 俗話說 民以食為天 國以民為先 正是因為古代統治者對糧食的高度重視 才造就了回落艙這樣的千年糧倉奇蹟 那麼 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 這個糧倉到底有哪些令人驚奇的地方呢 回落艙 又稱新洛艙 遺址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鞏義河洛鎮 據史料記載 此糧倉建於隋陽帝大業二年 艙內有三千糧窖 每窖藏糧超過八千彈 守軍上千人 以此估計 新洛艙共有兩千四百萬彈糧食 據隋史記載 隋陽帝在登基之後就開始經營東都洛陽 並且計劃著將天下所有的富貴大族人家 都遷到新修的東都洛陽來 以充實洛陽的人口 帶動洛陽當地的經濟發展 這其實也是封建統治者常常用來對付地方勢力的一種方法 而洛陽從一片虛無到繁華似緊 人口大量增多 那麼接踵而來的就是需要解決人口的糧食問題 所以隋陽帝就開始著手修建龐大的糧倉 來提供洛陽人民的糧食 而這個隋朝洛陽的回落艙到底技術先進在哪些地方呢? 要想保存糧食不壞 要解決三個大的問題 一是防火 二是防潮 三是防蟲 防火問題對於糧倉來說主要是選好優勢的地理位置和隱蔽的地方 盡量遠離可能發生火災的地方 回落艙選在了洛陽的郊區 並且常年有人把守 而且回落艙的艙轎是挖掘成一個橢圓形 並且循環下降 也就是說 它並不是一個直接向下的通道 而是彎曲盤旋的 這樣有利於減少火災的發生 並且便於人們第一眼看到火災 及時地進行撲滅 第二個問題就是防潮 在南方 基本上糧食存儲的最大問題就是防潮了 而在北方 防潮可能做得比南方更好 因為北方氣候條件相對乾燥 而且土地裡面的濕度不高 要是在南方往下挖10米就已經成了井 更別說進行糧食儲存了 在回落艙的建設過程中 聰明的隋朝人在艙轎周圍的峭壁上用大火進行燃燒 而燃燒過後的艙轎其周圍近百米地方的含水量都烤乾的差不多了 再加上黃河以北的土地 本來就含水少 在大火燒完峭壁之後 又在窑壁上塗上一層青糕泥 然後再鋪上木板和木炭 木板是乾燥的木板 吸水能力極強 而且木炭的防潮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就像如今我們現代技術中所用的活性炭一樣 不得不探服隋朝人的智慧 如此一番 防潮問題就得到了根本的解決 最後一個問題是防蟲 在蒼轎當中 不僅環境十分乾燥 而且經過火燒之後 土壤中那些蟲子的卵和自身的病害蟲都已經被殺死了 再加上木板之間的密封性特別好 木火炭又能夠消耗掉木架當中的氧氣 所以蟲子幾乎不能生存 這個問題也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不僅如此 還在蒼糧的入口處種上了一些花草樹木 一旦其中的糧食受潮發霉 其內的氧氣就會影響到樹苗的生長 能夠及時地提醒人們 其實相當高明 不僅如此 滿足晶的狂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